個47歲的男患者下午由勒敦治醫院轉送馬加烈醫院隔離 他今個月16至23日在武昌工作 在白沙州市場做會計師 沒有去過橫南海鮮市場 他在武漢期間20日晚發燒 第二天燒到38.4度去醫院求診 當晚退燒 上個星期四離開武漢搭車去咸寧市 再搭高鐵G1035號去深圳坐2號車廂 再轉搭高鐵G407號往香港西九站坐3號車廂 回香港當日他去醫院急診室要求打風狗正針 因為上個月底曾被狗咬 在武漢打過4針 醫生解釋沒有需要再打 他逗留一會就走了 當時他沒有發燒 第二天發燒38度沒有去醫院 隔了一天之後仍未退 有37.5度去急診室檢測後一天確診 據了解患者到勒敦治醫院要求打風狗正針的時候 沒有說自己在武漢做事 辦公室在濕街市裡面 也沒有說自己在內地發燒 以及去過內地醫院 他不是說想去提醫生 他純粹想去打針 而25日的時候他真的發燒 所以他應該都沒有隱瞞他去過武漢 病人一直都有戴著口罩 我相信很多醫護人員都有 但是還未做到聚足 因為他當時也不是一個懷疑個案 所以我們要跟醫院各方面了解清楚 再看看會不會有些有潛在的危險 或者是有潛在風險的 可能我們都要採取一些隔離措施 而第二宗確診是個68歲的女病人 住在深圳 上個星期二開始發燒 咳 星期日經羅湖離香港那陣被接獲 他晚上坐輪椅 由醫護人員陪同出來 自行上救護車 他潛伏期內曾去過武漢探家人 沒有接觸過野生動物 也沒有去過濕街市 第三宗個案是個64歲住在武漢的男人 他的太太早前在屯門醫院確診武漢肺炎 他上個星期五送到麥里浩夫人度假村 兩天後發燒 情況穩定 個女兒和女婿都沒有出現病症 有線電視記者潘耀昇報導 一手掌握有線新聞 回到府邦 於納採的電視譯 晚餐 對 感谢观看